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水取目标 将我们课程大纲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数量管制 也是数量干预 干预市场 那第二个是价格干预 那么在价格干预的部分呢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 来跟各位同学介绍 一个是价格上限的干预 一个是价格下限的干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政府干预的介绍 第一个在数量的干预的部分 各位同学想想看 政府为什么要去进行这个数量的干预呢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管制消费量 比如说过去我们了解说像说 政府想要去说禁烟 为了要保护国人的健康 他想要去禁烟 想要去禁酒 那你在禁烟禁酒的时候就是 如果政府不去干预市场的话 市场的交易量可能过多 所以政府为了可能 为了要保护国人的健康 他会去做一些数量的干预 限制你消费烟的数量 限制你消费酒的数量 好 数量的干预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啊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假设各位现在把这样的一个图形 想成说是一个烟酒的一个市场 那么在烟酒的市场里面 各位看到这边 假设这一条供给曲线是烟酒的供给 这边是D呢 代表是需求曲线 好 S 代表是供给曲线 那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 市场自行决定的数量 就是在这个地方啦 就是在Q1这个地方 在Q1这个地方 那政府现在介入要管制他的消费量 他可能会限制说 好 我们限制烟酒的消费数量 不能超过什么 不能超过Q0 好 不能超过Q0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从Q0这个点呢 从上面画下来 好 得到这一条绿色的这一条直线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好 现在政府介入了去干预了这个 烟酒的 这样的一个消费数量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到 这一条绿色的直线 先碰到了需求线 交汇的地方 我们把它平移过来 我们得到P2的这个价格 P2这个价格 就是所谓的需求价格 因为它碰到的是需求曲线 所以是需求的价格 也就是说什么 消费者在这样的一个Q0的数量之下呢 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的金额 那这个绿色的线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会碰到了供给曲线 那这一点在平移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得到P3的价格 刚刚得到的是P2的价格 那市场自行决定出来的这个价格是P1 那各位看到 在这个P3的时候呢 因为碰到的是供给线 所以是供给价格 这就表示什么 这个供给价格意思是表示说 在Q0这样的一个数量之下 你要叫生产者提供Q0这个数量的话 那他所要求的最低的价格 那所以各位可以 从这样的一个图景各位可以知道 在没干预之前 我们可以消费到这样Q1的数量 政府干预之后 我们只能消费到Q0的数量 你看在Q0这个数量之下 消费者愿意付P2的价格 来买这些数量哦 各位同学用你们实际的生活经验 你现在要买Q0这个单位的 那么多数量的产品 你愿意用那么高P2的价格来买 各位想想看 接着生产者呢 生产者站在生产的角度 他提供Q0的数量的话 他只要求P3的价格 所以中间有这么大段的一个价差 P2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我愿意用那么高的价格来买Q0的数量 那生产者呢 生产者只要求这样的价格 他就愿意提供这样的数量 可是 话又说回来 消费者愿意用那么高的价格来买 可是呢 政府限制我们的交易数量 所以消费者用那么高的价格想买 买不到 生产者只愿意用那么低的价格 没办法提供 所以 各位同学 消费者想买买不到 生产者 他想要提供 也没办法提供出来到市场上面来 所以 政府 直接去干预 市场的交易数量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遗症 消费者想买买不到 生产者想卖卖不出去 所以消费者跟生产者 买卖双方 他们就会相约说 好吧 那我们不要到市场上去 我们到哪里呢 我们到 黑市 去做交易 所以呢 各位才会听过 政府要去做限制烟酒的交易量 你不让我消费 那么 我们就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去走私 走私香烟 走私烟酒 有没有 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陈水扁在过去 在当台北市场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他曾经费过工仓 那其实这个是工仓也是一个交易市场 你限制我去做性交易的数量的时候 这些工仓 原本是工仓哦 消费者想买买不到 那么想要提供这一个服务的人 他也没办法提供 所以 之后呢 就会产生黑市的交易 所以也才会有所谓的私仓 就是私仓的问题产生 所以这是第一个 政府透过这个管制交易数量的时候 所产生的问题 他会产生黑市交易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 价格管制 那价格管制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更是普遍 所以比如说 各位我们时常听到说 之前农产品 如果生产过剩的话 不是农民的水果 像香蕉啦 或是之前的什么高丽菜 卖不出去 农民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立场 为了要去照顾这些农民 他可能会说 好没关系 你们就好好的去耕作 那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 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 也就是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所看到的 农产品的保证价格 就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 还有呢 过去政府也曾经做过一个政策 是说 我们如果说是放任市场 自行去做交易的话 比如说房地产 现在的房地产 现在价格偏高 那如果政府他想是说 为了要去照顾这些五颗蝸牛 希望说让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五颗蝸牛 都有房子可以住 对不对 好所以他就说 我们限制房屋的价格 不要高过于某一个价格 为了是要在保障这些五颗蝸牛 能够有居住的权利 所以在价格管制里面 是有所谓的价格上限的管制 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要限制房屋的价格 不要高过于某一个价格 让五颗蝸牛 能够买得起房子 或是说 限制房屋租金的价格 不要高过某一个价格 让那个租屋者 让年轻的租房子的人 能够租得起房子 那个是价格上限的管制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 还有什么 最低工资啊 之前老委会不是有定的 那个新调整 那个最低工资吗 我们要保障这些劳工者的权利 希望他们的最低工资 不能低于多少 那个东西就是价格下限的管制 好 那讲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让各位同学理解说 在价格管制的部分 有所谓的价格上限的管制 跟价格下限的管制 那一样 我们也会透过图形的分析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投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先谈的是价格上限的干预 也就是价格上限的管制 那各位看到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的重坐标是公寓价格 好 那所以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现在政府要去介入这一个公寓市场 要去做租金的价格 不要让它太高 所以它去做一个价格上限 价格上限的意思是 你如果放任不去管它的话 市场自询决定公寓租金的价格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偏高 那所以偏高呢 这些人就租不起房子 所以政府呢 为了要照顾这些人 所以它一定要做一个价格上限的管制 管制这个公寓租金的价格不要太高 所以各位从图形当中 我们先看 蓝色的这条线是需求线 从前面的单元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说明 供给线跟需求线 会决定出市场上的均衡价格 那我们先看 所谓的这个 黄色这条线好了 黄色这个代表短期 短期的供给级线 好 我们先看这两条线交汇的时候 这两条线交汇的时候 需求线跟供给线 也就是蓝色线跟黄色线交汇的地方 这个地方 有没有 P过来决定出了这一个公寓的租金的价格 公寓的租金价格在P1这个地方 那 现在政府要做一个价格上限的管制 我们刚已经讲过 如果 价格 我们不去管制它的话 价格定额会偏高 也就是P1的价格 所以政府要去做干预的时候 要去做价格上限的干预的话 一定是在 它的 这个均衡价格以下 去做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 从P0这个点 从P0这个价格 画一条水平线 然后跟这一条黄色线 相交 好 这是A点 然后呢 再跟这条需求线相交 好 决定出B点 那各位先不要去看 红色那条线喔 我们就先看黄色这条线 还有蓝色这条线 那你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政府做了一个价格上限的干预 也就是它 定 这个P0的意思是什么 最高最高房屋租金的价格 不能超过P0 好 那各位 我们从这两个点来看 从A点跟B点来看的时候 各位看 在P0的价格之下 在P0的价格之下 需求者的量是什么样 需求者 这是碰到需求线嘛 需求者的量是什么 是Q1喔 因为公寓租金的价格偏低了 所以呢 有租需求的人 他的需求量是Q1 Q1的量 那 这个是供给线啊 供给线各位 之前我们在前面的单位都提过 供给的话是什么 在这样的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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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 对不对 是Q0 好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 不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吗 在AB 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 不是产生一个问题了吗 各位 有租需求的人 有租需求的人 他们的量是Q1 那 生产者呢 只愿意提供的数量是Q0 所以AB这一段叫什么 叫做 超额需求 对不对 就是 需求者的量 超过于供给者愿意提供的量 所以会产生什么 我们用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不足嘛 那不足的时候各位 我们不是跟各位讲过吗 如果市场上产生超额需求的话 产生超额需求的话 怎么办 你看哦 现在这个是房屋 一般的民众想要去租公寓哦 不足的话 各位想想看 一开始我们说政府去做管制的时候 是希望说 我们想要去保障这些没有租不起房子的人 希望透过压低 压低租金的价格 让这些人能够租得起房子 结果 好 当我们把价格压低之后 把租金的价格压低之后 市场上的需求量真多了 大家都想要去租 结果它的量到了Q1对不对 可是当你的租金价格压低 有房子想要出租的人 他不愿意出租 它的量只到Q0 所以 你看哦 政府去做了这一个价格上限的干预 希望是说 让那些租不起房子的人 能够租得起房子 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 我用讲的好了 租不起房子的人 还是一样租不到房子 我再讲一次 租不起房子的人 我们压低了租金价格之后 他还是租不到房子 因为有这么一段的什么 这么一段不足 这么一段不足的一个区间 就是AB线段呢 就是房屋的供给量不足的区间 那所以我们想要保障 这些租不起房子的人 结果他还是租不到房子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政府去干预市场的时候 他想要去解决这些 原本租不起房子的这些人的问题 结果不太没有解决问题 一样的 那个问题依然存在 这些人还是租不到房子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下一个 价格下限的干预 价格下限的干预 各位可以再回想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说 价格下限 我们要保证那些农民 保障这些劳工 他们能够 保障农民的权益 所以 我们有一个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 我们要保障这些劳工 所以我们给他订定的一个 最低工资 好 各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 政府为什么要去做价格下限的干预呢 价格下限 哦 那是不是说 如果政府不去干预的话 市场所定的价格偏低 所以 政府要去保障这些农民 保障这些劳工 所以他才订定的一个最低工资嘛 好 所以各位 政府去做一个价格下限的干预的时候 它的价格一定是订的什么 订的比均衡价格来的什么 来的高 这样子 价格下限的干预 才可能发挥效果嘛 我再讲一次 当我们去做一个 价格下限的干预的时候 一定是让市场自群决定的时候 价格偏低 所以我们才去做价格下限的干预 希望价格最低最低不能低于 批零这个价格嘛 好 所以我们订定价格下限的干预的时候 我们的价格一定会订的比均衡价格来的高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价格这样平移过来的时候 我们碰到了A点是什么 A点是需求线 再继续往下走 碰到了供给线 好 这是B点 那各位 同样的分析方法 在P0这个价格下 在P0这个价格那么高 市场上的需求量 市场上的需求量是Q0对不对 好 这个是要保障稻米的收购价格 就是订定最低的稻米收购价格 那价格那么高的时候 市场上的供给量是多少 市场上的供给量是Q1 就是B点 也就是B点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A点到B点这一段的区间叫什么 因为价格下限定定的 价格定的那么高了之后 P的价格 所以农民什么 农民想要提供的数量是Q1 那么需求者 有需求的数量是Q0 所以这一段叫什么 这一段叫做过剩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各位看 政府为了要去保障这些农民 他们订定的这一个最低的收购价格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订了这个价格的时候 稻米的供给量那么多 稻米的需求量只有到Q0 所以这一段产生了什么 还不是一样 产生的是什么 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农产品生产过剩 会有一个后遗症是什么 会有一个后遗症是什么 生产过剩不是就是自销了吗 好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说政府要去保障这些农民的权益 所以他订定的一个稻米的最低的收购价格 那么订定的稻米的最低收购价格之后 农民他们的供给量变多了 但是市场上的需求者需求量没有那么多 产生了AV线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过剩的问题 那么这个农产品过剩之后 会产生自销 产品会自销 那政府一开始介入这一个稻米市场 想要去保障农民权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介入之后产生自销问题 所以农民的问题有解决吗 好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要给各位同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价格经营价格经营 透过我们所谓的需求跟供给的力量 它自然而然就能够决定出市场的均衡点 就是市场的均衡价格 还有市场的均衡的交易数量 除非有必要 一般情况来讲 政府是不需要去介入市场去干预市场的 那我们刚刚已经从前面的数量的干预 价格上限的干预到目前 到我们现在讲到目前价格下限的干预 我们都发现 只要去政府去干预市场的话 你做数量的干预会产生黑市交易的问题 那你刚刚做了一个价格上限的干预 想要去管制这个供应住坚的价格 结果造成什么 结果造成那些租不起房子的人 还是租不到房子 那回到这边来 价格下限的干预 我们想要去保障农民的收益 所以我们定了一个最低收购价格 结果最低收购价格之后 产生了这个农产品生产过剩 滞销的问题 那农民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才说 非有必要的时候 政府不要去介入市场 让市场自行去决定 他们应该怎么做 这一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价格干预其实是不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例题 刚刚讲的这个价格管制 跟数量管制 各位来算一下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第一小题 市场的成价量是多少 好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也跟各位算过 我们说市场上的需求线 跟供给线分别是Q等于100P 好 我们把它计算在这里 这是需求线 Q等于100-P 另外供给线呢 很简单 很简单 是Q等于P 那各位如果还有图形的印象 图形的印象是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 会决定出均衡的价格 好 所以两条线交汇的地方 我们就令D等于S 对不对 令D等于S 100-P等于P嘛 因为Q跟Q都相同 我们把它做一项 两倍的P 这个-P一怪 变成两倍的P 100留着 所以 P star的均衡价格是50 那 带回来 P star等于50 Q呢 Q一样 也等于50 好 我们在解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 必须要有图形的概念 我们稍微画一个简图 好 我们知道 需求线 跟供举线 好 这条是需求线 这条是供举线 他们决定出来 均衡价格是 一样 均衡数量是50 均衡价格是50 那现在这边是要做什么 做价格的管制哦 价格 价格的管制 规定 价格不得低于70块 那一定是什么 这个一定是什么 做一个什么 价格 下限的管制 价格不得低于70 不是什么 最低最低不能低于趋势 好 所以我们这边画一条线 就是我们刚刚一个价格下限的管制 有没有 好 这边是70块钱 这边不是碰到了 这边不是碰到了这个需求线吗 这边不是碰到了供举线 所以他问你说 市场的成交量 各位 市场的成交量 这70块 好 各位 70块碰到的是需求线 那我们把70块带回来这个地方 70块带回来这个地方 70块带回来这个地方 得到了Q 这个地方的数量 交易数量是 30个单位 那各位 这个是供给数量哦 供给数量 供给数量是什么 供给数量如果带进来 这个供给线的话是什么 是70哦 这边是70 请问 这个供给数量是70 需求数量是30 那市场的成交量是多少 各位想想看 你是一个生产者 你愿意提供70个单位的东西 到产品市场上面来卖 结果 市场上的消费量只有什么 只有30个单位 所以最后成交是多少 当然是 30 这样理解了吗 好 第二题 他说的是说 那么 我们做一个叫做数量管制哦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什么 禁止烟酒的交易 有没有 我们说做一个数量的管制 管制他交易的数量 好 规定 Q不得大于30 好 那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画一条线下来 我们把它画一条线下来 因为刚刚这一个不就是30的交易 交易数量吗 好 30的交易数量 规定 不得大于30 那所以他只能在这一条线的什么 左边 做消费嘛 好 所以他接着问 各位看他的题目 市场上愿意付的价格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是多少 你把这个交易量是30 交易量是30 带回来需求线 交易量是30 对不对 带回来需求线 等于100 减掉P 那所以P移过来 P移过来 不是就变成100减30吗 好 所以是70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一小题的70 那这边呢 这边呢 愿售价格 愿售价格是什么 在这样的30个单位的交易数量之下 在30个单位的交易数量之下 生产者他愿意提供这样一个数量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30怎么样 带回来这个市值啊 供与线的市值 交易量是30 所以价格也是30 所以 这一个点 对过来 的数量 的价格是30 所以他问你 市场上 下面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跟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价格差距 会是多少 会是多少 从图形 这样的题目啊 这样的例子 一定要透过图形 来帮助各位做解答 所以 愿付价格是70 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价格是多少 你30个单位 我30块就愿意提供 所以他们之间的差距是40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40 这个部分 回去各位同学 一定要再多做一些练习 我们在最后再跟各位同学叮咛一下 就是说像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府 他会去做一些政策 希望来保障这些弱势团体的一些权益 但是透过刚刚我们一些经济图形的分析 我们发现到说 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 政府去干预市场 其实都会产生一些 非但没办法解决问题 反而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非有必要的时候 政府不要去干预市场 透过价格 机能的这些运作 市场 它自然而然 会朝向均衡的状态 所以除非有必要 政府才要去介入市场 所以这个单元 主要就是跟各位同学介绍 政府在干预市场的时候的一些方式 还有它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预祝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能够学习的 非常的愉快 上海的前景 好噓 谢谢大家 好噓 好噓 似乞 吃 老板 偶像 跑 开 好噓 开